哥哥开公司弟弟来闹,母亲一番话,一星期后弟弟向母亲下跪。 红伟跟红斌是两兄弟,红伟年长红斌三岁,两兄弟虽说在乡下长大,家里比较穷,可是他们的父母却一点也没有亏了他们,一直把他们攻到大学毕业。 红伟从小成绩就好,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知名公司工作,前了几年存了前又自己创业当起了老板,虽然说公司规模还不是很大,但是这么年轻就有如此成就也是少有。 村里人见了红伟父母都夸这个儿子有出息,可是反观红斌却成了家里人的一块心病。 红斌把大学混完以后就由手好肩,工作坏了一个又一个,每次钱花完了都是大哥红伟就记他,爹妈没本事也只能靠红伟帮忙了。 后来听说红伟开了公司,红斌就去大哥那里想谋个职位,红伟了解弟弟,也有心想培养他,让他从基层慢慢干起,可谁曾想做了没多久就料挑死了,还埋怨红伟不弃重他,回到爹妈那里反倒告了红伟一状。 爹妈还是了解这两个儿子的品行的,劝红斌不要好高无远,慢慢地从头做起。 可是令红伟气愤的是这个弟弟三天两头地跑到红伟的办公室里来闹,公司的人都知道红斌是红伟的弟弟也不好拦住,红伟也不想让父母为难每次弟弟过来都给他点钱把他打发了。 这一切红伟的老婆都看在眼里,红伟的老婆知道他爱与兄弟关系,再加上他又笑着不好跟父母说,于是红伟的老婆把这几年红伟对弟弟做的事和红斌的无理取闹都告诉了婆婆,想让婆婆出面管一管红斌。 红斌钱花完了又来到红伟的办公室,一进屋就发现母亲坐在沙发上,还没开口母亲就拿住扫把把红斌轰了出去。 后来红斌又去了几次,母亲见红斌死性不改,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她说红斌不是他们家的亲骨肉,她告诉红斌在这么闹下去真是对不起这几十年关心她的父母和哥哥,红斌听后愣住了。 母亲告诉红斌其实他是自己在家门口捡回来的,红伟三岁那年家里本就很穷,可是一天早上推开门就发现一个婴儿躺在门口,那会全村闹饥荒,心想肯定是别人家实在过不下去了才把他丢在门口。 红斌母亲不忍心这个小生命就这么没人管,于是抱回家里养了起来,他自问这些年从没有亏待过红斌,可是红斌长大后变成这个样子让母亲不得不说出这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红斌奪夺门而去,消失了几天,全家人都到处找他。 一个星期后红斌回到了家,一进家门就给母亲跪下,回想起家里人对他的好,而自己的所作所为伤透了家人的心,红斌承认自己错了,发誓要改过自新。 红葦伎健壮要红斌重新回到自己的公司,可是红斌没有答应,过了几天红斌走了,留下一封信,说自己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再回来,信得莫尾对全家人又说了一遍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